好 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啊 我们都说今年啊 龙宝宝特别的多 但问题是妇产科医生可能不够 主要就是因为医疗纠纷多 再加上健保给付不足 有妇产科医师纷纷转行了 可能去从事医美等等 没有人想要再当妇产科医师 而妇产科医学会就统计说 全台大概有六成的乡镇 居然没有妇产科医师 甚至还有妇产科医师大叹 自己是濒临危险 也就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干脆以后请飞驢 飞医 来 是比较快的解决方法了 当然这是一个嘲讽的说法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及时重视